美国总统拜登魁伟五年再度邀请加拿大和墨西哥领袖进白宫召开川普时期取消的三友峰会 外交忙不停却传出白宫内部斗成一团 CNN抢先揭露有超过30名白宫人员证实拜登和贺锦丽双方幕僚互看不顺眼 还说贺锦丽被排挤吃力不讨好的事都推给她做 而福斯新闻再爆猛料拜登2024寻求连任副总统可能会换人 从呼声超高的总统接班变成白宫边缘人 贺锦丽跌落神坛似乎早就有端倪 内斗消息闹得满城风雨 白宫吉利否认贺锦丽本人也说没这回事 根据USA Today最新民调拜登满意度37.8% 不满意59% 而贺锦丽满意度只有27.8% 比拜登足足低了10个百分点 如果拜登2024真的和贺锦丽分手 就会是美国史上第11次总统换搭档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